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社群网站 它叫Facebook 然后它的那个网址是 www.facebook.com 然后Facebook可以让你跟朋友保持联系 然后分享你生活中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社群网站然后联络感情 像msn啊通常都加一大堆人 但是真正在聊天的人真的很少 然后Facebook可以让你不聊天 然后也可以知道朋友最近发生些什么事情 然后它的申请方法跟一般网站或者是 电子邮件的申请方法一样都可以免费注册 而且它里面所有功能几乎都是免费的 然后只要打上你的信啊 名字电子邮件设定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注册 然后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我只要直接打上我的电子邮件 跟密码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Facebook的操作界面 就是它的首页 然后在首页这个地方 这也会显示你的那个逆程 就是你的名字 然后这有设定 设定功能呢 然后可以在这里设定啊设定有东西设定的名字 然后电子邮件密码等等的 然后我觉得Facebook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可以设定隐私 像无名啊或是其他部落格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设定就是你的个人档案 有哪些人才可以看到你的个人档案 就是隐私权比较隐私 关于隐私这方面的东西 它隐私度比较高 你可以设定只有你的朋友 可以看到你在上面的一些资讯 那而且它这个有收 它这个Facebook有搜寻功能 你可以在上面找我看以前的高中同学 国中同学 然后帮他们加入好友 然后像这边 我像我就是设定只有我的朋友可以找到我 其他我没有同意交付朋友的人都找不到我这样子 然后这就是其他设定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去摸索 现在我们回到首页 然后中间这一块叫做资讯墙 就是每个朋友他最近在这里发表了些什么 好譬如说我现在有些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终于可以放暑假了 这样子 它就会显示在资讯墙上面 只要是你加入朋友的人就看得到 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社群组 像我说设置了原字的同学 以前念实践的同学 还有在花园的同学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大家最近都在上面说些什么话 像这个啊就是朋友玩的心理测验测他是不是笨蛋 就测出来还是大笨蛋 他就在这里说一些他的感想 然后这个是Facebook里面的游戏就是参层 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的去看然后了解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游戏然后很多功能 除了可以跟朋友联系之外 你也可以在上面写网字啊 或者是发表照片 或者是发表照片 然后他的照片是没有容量限制的 然后旁边这一列是邀请 就是朋友如果玩了什么有趣的游戏啊 然后想要找你陪他一起玩 都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然后就可以接受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这样 然后这是个人档案 就是你自己的资讯墙 这一面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资讯墙 还有或者是别人跟你的一些互动 只会出现在你的资讯墙 然后别人在你资讯墙发布的东西 只有你跟发布的那个人看得到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棒的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在YouTube看到一个MV 我就很感人 就把它放上我资讯墙上面跟朋友分享 然后我把它连结过完之后 就是大家看就可以直接从这个缩图 然后一起欣赏这个MV 然后像我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看了之后觉得这MV很棒啊 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会按下赞 然后就表示说嗯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我最新动态 然后像朋友看了我说些什么话 然后都可以跟着回复就是 回应 然后像这是涂鸦墙 就是我刚刚讲的可以跟朋友联系的 然后这是你的个人资料 可以慢慢自己设定 然后这是相片 然后还有网织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目前加入的朋友 有总共66位 然后也可以去看看他们最近的那个生活啊 看一下 就是别人 就是别人的资讯墙 他在上面发表的东西 还有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然后上去发表意见 然后他还有一个功能叫收件夹 就可以跟就可以写信 编这个就是大家最近做了些什么 比如说house mode就是上传了他在那个 虫色游戏里面的照片 然后熊宝上传了他在餐厅的照片 然后这个是我在实践的同学乘以兰啊 然后上传他最近干染朋友的照片 然后旁边就是他这社群里面还有一些社团 然后我三个朋友加入实践大学的社团 因为我以前是念实践 所以我也一起加入这个社团 然后他这个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朋友功能 你可以去搜寻就是一些你的高中同学 或者是国小同学 然后你可以就是 就是输入你的那个msn 或是即时通的账号密码 他就会直接把你的那个通讯路里面的人 如果他们有facebook的 就会直接就是搜寻到 然后你可以加入他好友 然后看他们愿不愿意加 愿意加你的话你就可以 跟他们在上面有联系 或是一起玩游戏 然后像这里显示的就是我的朋友 他们的朋友 然后可以这样看啊 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 认识也可以一起加入朋友 然后目前看是没有我认识的 然后可以保理他 然后你也可以输入朋友的名字 或是电子邮件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facebook的账号 有的话就可以加他们 然后facebook还可以跟那个plunk做结合 就让你在plunk发表的那个plunk 然后可以就是显示在上面 像我加入苏贞汤啊 然后这就是他从铺浪上面 就是发表上来的 然后大家都可以对每个人发表 表示意见 然后有 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看到朋友 玩了一些心理测验 觉得很有趣的话 你想要玩看 就点参加此测验就可以玩了 然后因为我之前玩过 所以它就直接显示我之前玩的结果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就是有趣的测验 可以满满的去摸索 然后上面有很多就是fresh的游戏 都很好玩 然后像我很喜欢玩的就是 Petor Social Tea啊 还有Restaurant City 跟开心农场 Happy Front等等 Frontown 然后它这有一个聊天室 就跟你的朋友可以有类似即时通的功能 可以直接上面跟他说说话 好 这个是通知 他会告诉你朋友最近做了些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像这个 陈一郎刚刚就回答了 他对我的那个印象啊 然后还有 哪些人在他的资讯上发表的东西 然后Facebook就是目前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免费的 这我觉得这还蛮很方便 你可以在上面上传照片啊 跟朋友联系 等等的 是一个很好用的社群网站 然后它的功能是可以让你跟旧朋友保持联系 然后你也可以借有这个认识新朋友 只要把你的设定设定成 搜寻 隐私权设定成大家都可以搜寻到你 你也可以去搜寻别人 然后就可以认识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这样 然后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已经出国 他们都出 就是出国去念书 或是住在国外的朋友啊 然后也是就是借有Facebook的联系 这是他们最近在做些什么 然后的报告到这里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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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